这个小笼包是我家三个女儿的最爱 不用发面 三十分钟就搞定 个个雪白松软 一口一个鲜嫩多汁 孩子连吃八个都不过瘾 真的太香了 这些是我提前搅好的肉馅 三分肥七分瘦的 吃起来是最香的 起锅烧油 加入洋葱 香菜 姜片 葱段 加上两个八角 三十粒花椒 保持中火 把小料的香味炸出来 变成金黄色 控油捞出 把肉馅加进来 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肉馅中的油汁变炒出来 这样汤汁鲜香 一点也不会油腻 加入生抽 半勺老抽 一勺黄豆酱 少许食盐 一勺麻辣鲜 五百粒鸡精 两百粒白糖提鲜 最简单的调味料就可以了 可以更好地突出肉馅的肉香味 翻炒片刻 肉馅已经香喷喷的了 直接倒入碗中 放一旁自然放凉备用 准备五百克中筋面粉 加入猪油 放入五克这种高货心的酵母 半勺白糖 加入三百毫升温水 水温不要超过三十五度 用筷子搅搅匀 搅成大面絮 用我们发财的小手揉成面团 不用发酵 直接搓成细长条 今天做的是小笼包 每个剂子的重要大约是十八克左右 包的时候把剂子擀成包子皮 肉馅中加入一把葱花 搅拌均匀 增加葱香味 放入一勺馅料 按照自己喜欢的手法 包成包子即可 一个可爱的小笼包子就包好了 真的没有任何难度 包好后摆入蒸屉上 先不要开火 盖上锅盖醒发二十分钟 等到包子体积明显变大就可以了 盖上锅盖 计时蒸十二分钟 白白胖胖 软软乎乎的小笼包就做好了 哇 真香啊 浓浓的肉香味扑面而来 孩子们看一眼就馋得直流口水 每一个小笼包都是雪白雪白的 蓬松又轩软 比早餐店里的还要漂亮 一次发酵 特别的节省时间 一口一个鲜嫩多汁 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谢谢你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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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